刚刚我们是利用那个公式串接 不过公式串接已经够简单了 这个也是糟了 如果你实在是资料没有复杂的话 那你就用刚好方法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流程的其中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希望串接完之后自动mail 那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用手动再跑一个VBA 感觉好像没有连贯性 所以要不你就全部都把它写成VBA 先串接完之后自动就mail了 你就不需要还要再手动前面一次 然后再去做那个邮寄的那个VBA程式 那我们要怎么样串接 那我们前面有做练习 就是串接email 按下这个按键的话 自动把结果给串在 那个我们的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要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forI等于第二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们可以由A栏向下追踪 或者B栏向下追踪也可以 那做法上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一先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在这个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那个叫串接email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串接email的程序里面 大概会有几个动作 一先建立一个什么呢 一个s等于空置串 那这个s只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串接 串接的资料可以暂时放在它里面 但是这个s等于空的 你不写也没有关系 因为s如果你第一次串接 它里面本来就空的 所以你加这个跟不加 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因为之前我有讲过 如果说你有一个新的变数 你要让它初始化的话 也许你可以在这边先 也许建议还是慢慢习惯用注解 1它可能是什么呢 这个初始化 2的话呢 就在跑一个回圈 那基本上呢 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用那个 第二个for i 等于2到第六列 那6在这个地方 我前面讲过就是 你最好可以用向下追踪 你可以用range 向下追踪 那追踪的话 你可以从a2或者是b2都可以 我用a2好了 向下追踪 .end and 然后呢 前刮弧 向下的话呢 那个xldown .row ok 那就向下追踪了 这样子的话呢 以后如果email信箱增加或减少 就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可能要熟悉 那再来的话呢 串接是s 等于 后面串完之后的结果 把它丢到前面 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不过大部分同学 尤其是这个阶段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对这个东西 比较不容易理解 不过慢慢要习惯了 这一行的意思是说s 前面是接收最后的结果的 后面呢 是串接完 丢到前面去啦 所以那个等号在这里 应该不叫等于啦 应该叫 什么 应该叫赋予吧 把后面的结果 赋予到前面去的动作 所以这个概念好像 对我们来说是很稀聪平常 可是对一般初学者来说 好像是很不得了 好像不太习惯的东西 不过你慢慢习惯之后 大概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所以呢 s 他如果刚开始是空的 他第一次跑的话 会把什么 把这个 怎么样 这个东西 先帮你搬过来 搬到哪里呢 这个东西 先搬到这边来 然后呢 跟什么呢 跟空的串 空的串就没有嘛 然后串完之后 就是一个email信箱 然后再串end一个 逗点 所以后面我有加一个逗点 串完之后 就email信箱加逗点 然后呢 下一个 那下一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 第二个 再搬过来 可是第一次已经串了 第一个信箱了 加逗点 所以第二次又加逗点 串到后面 第三个又加逗点 一直在推 一直到最后 有一个email信箱 加逗点 然后全部串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C6的储存格 当然这个6 你可以把它改成 变动的 你可以怎么样 C and 最下媒列 因为如果说你要 刚好放在那个 将来资料的最下媒列的话 那你可以把那个6拿掉 然后放什么 放这个 串接一个什么 最下媒列 这个时候 它会自动去抓 最下媒列的位置 那就C6 如果将来又多一个C7的话 那就放在C7的位置 等于什么呢 那等于最后串接的结果 那我把它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是 这样子把它全部串完 如果当然 假设你那个细节 如果不太了解的话 建议按F8啦 如果 实在是想要知道细节 现在S等于空的 然后抓到的那个F8 就是主航来跑 那F8 然后现在S里面是空的 所以呢如果你空的 那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email信箱 那串完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帮你串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斗点 慢慢看 因为有些同学对于 主要我是觉得 因为那个细节 你们比较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常常会 很多的confused 就是因为程式 是一个很连串的执行 但是那个中间的过程 你可能会忽略掉了 所以会造成说 你会不知道哪个部分 动作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怎么按F8 F8的话就组航 然后配合F8 它会下一个 那下一个你会发现它又串了 所以 把后面东西串完就丢给前面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话 最后呢 就跑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等到跑到第六次了 输出 OK那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呢 就会输出这个结果了 但是 输出结果这个地方 刚好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像也没关 还可以寄出去 什么问题 你会发现 最后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逗点 那这个逗点 当然你 怎么解决比较快 多它吗 你要怎么样把它去掉最快 同意说点它两下 这边直接delete掉 这也是方法之一 不过 最好是能够 在程式里面就把它去掉就好了 可是问题 在程式里面要怎么把它去掉呢 那你 当然方法很多啦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 信量 要 熟练VBA那些 因为它去掉一个 字是最后一个字 那怎么样刚好能够去掉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去掉 那当然这部分我想到的是什么 用两个函数 第一个用LAPS LAPS是从 左边开始算 第2个函数用LEN 因为LAPS 意思说我要从左边算 那算总 总长度怎么样 把它减一不就好了 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字串丢进来 然后算完 我要抓从左边算 算到最后一个字 减一个 这个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 我们要达到刚刚这个效果的话 其实可以在那个刚刚的VBA里面 再多加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就是 我们可以 当输出S的时候 可以在S前面加一个LAPS LAPS 钱瓜糊 把那个 LAPS的意思是要切割它 从左边开始算起 然后呢 逗点 几个字 LAPS 它会出现LAPS LAPS 你要给我一个整数 LAPS的话是长整数 那你要给我一个长度啊 那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一个方法 叫LEN 总长度 什么总长度 S的总长度 怎么样呢 把它减掉一个就好了 这样OK了 程式写完了 这样是一个很简单的写法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你用Middle函数也可以啦 Middle好像因为我们从 最左边取 所以你用Middle 变成从第1个字 比较麻烦一点点 用REPRESS 其实 方法很多啦 我想到的应该是 比较简单的 而且这两个函数都是 比较 经常使用的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是把它 它会帮我 切割完之后 再丢给 这一个 储存格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跑完的结果 那个 那个逗点会不会消失呢 我再重新跑一次 输出 你会发现 刚刚这个逗点 就会不见了 OK 所以 当然未来 这个方法 还蛮多地方 可以这样用的 其实 不用把程式 想得太复杂了 其实很多东西 解决的方法 都很简单 前提就是 你要对函数熟 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 对于一些基本的 该掌握的 好像还没掌握好 就会想要用很复杂的东西 复杂的方法 去解决 所以反而你 程式写得太复杂 你自己都看不懂 以后怎么维护呢 所以 尽量 希望能够跟你的 这个很直白的 思考逻辑 还有 叙述 能够连接 那将来你要写一个很简 很符合你的工作需求的 这个程式就会比较简单 那我们有一个结果之后 我希望能够把这几一个 这几一个 然后想可以直接从右边第一个吗 左边最后一个跟右边第一个 你说 当然我讲过啦 这个程式绝对没有 程式没有标准答案 也就每个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结果就写的不一样 你说 从 右边 可是问题 右边算的话 他一定会算到什么 一定会算到那个斗点 对 对所以不会 不会用right的函数 对对对 所以不能直接去到右边第一个 除非说你要能够用一个去除函数 那你要去找一下 在那个 我们的 VBA里面有没有 去除字串的函数 这可能要 要确定一下 因为 所以第1个 那你也想说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里面有哪些函数 其实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 Labs按F1 F1的话就是call help 他会把那个Labs里面的说明全部跳出来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Labs函数 Labs函数里面的话 这边有请参阅 请参阅就意思说 他会把跟Labs相关的函数 列出来 那你可以 从 一个点 到很多他相同的 有没有 那你可以一个再去找一个 一个再找一个 都有请参阅 上面还有一个范例 你也可以去参考他这个 怎么去使用的相关方法 那其实 VBA要真的学到 一定的程度 恐怕你要 先把 这边所有的函数 先熟悉 那你会想说老师 到底 这个VBA里面有多少个函数呢 我大概算过120几个 刚好就是跟Excel Excel是250几个 刚好大概他的一半而已 那我们其实现在所学的是 反正呢 我Excel里面函数 我也可以拿到VBA用 那VBA本身的函数 我也可以拿来用 OK 所以两边我都可以左右逢源 不是说互相的 互相的干扰 OK 不是只有能够用一遍 但是如果说你 第一个 Excel函数绝对要熟 因为你至少250几个资源 你也可以拿到 VBA来用 VBA来用的话 你可以输出公式嘛 对不对 或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用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那个部分的话 层次比较长 这可能我就比较少 少讲到 是也可以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了解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那所有函数 第1个你可以按F1之外 第2个方法是什么 第2个方法就是你直接看到 VBA环境上面有个问号 其实 它里面就会告诉你 VBA里面有多少个函数了 至于哪边找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坊间有一些书籍 叫VBA 什么什么函数 词典之类的 字典之类的 它有专门 好像旗表有出一本厚厚一本 它有点像字典 告诉你每一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那个书籍整理比较 比较完整 可是 我是觉得 最好它一手资料 官方的 那在哪边呢 问号里面 找到什么了 找到那个 VBA的程式语言参考 这个 OK 所以记得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 但是坊间的书籍 不太会讲到 像我自己 使用VBA 说真的 我基本上都看官方就好了 里面都有答案了 其实有的时候 即便我暂时不会用 里面都可以查得到答案 但是你要慢慢习惯 他给你的讯息 虽然翻译得很烂 但是至少是聊胜与无 有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看重点 因为他里面那些东西 有没有 怎么去使用啊 你慢慢习惯之后 你会觉得 其实也蛮不错的资源 那你可以找什么呢 程式语言参考 程式语言参考里面的话 点击进来 就会有一个叫什么 函数 有没有 这边有个叫函数的 所以 VBA 程式语言参考里面的函数 那其实就是所有 VBA里面 你的函数 他都会记录在这里 那你要怎么学习 我提供给各位一个 我学习的心得 因为他是A到Z排列 有点像Excel里面 但是他缺点是不分类 Excel里面还有分类吗 什么文字 原字类 数学 统计 有没有 但是他不分类 那你很麻烦 怎么办 所以像我以前的学习方法 我真的就是一个一个 把它点进去 然后每一个 就是针对每一个 去做一点笔记 比如说我可能会用到的 然后把它做一个笔记 这个函数我以后可能会用到 比如什么ABS 绝对值 如果不会的话 你也把它跳过 OK 那是array array会不会 array其实很容易 可能 为人家处理阵列的 这个阵列的话 就像我刚提过 一对多的资料 你也可以把它存在array array在Excel里面 就是范围 有没有 范围其实就是一个array 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array 来使用它 怎么使用 基本上当然你可以 看范例 或者是说底下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当然 看这个说明其实有的时候 尽量还是 不要 太抓扭脚尖 因为他的叙述非常的不符合 不符合逻辑 尤其是一看就知道是翻译 而且翻译很烂那种 所以其实 你就是大概知道一下他的一些基本的 语法 什么 引述必要 OK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会 有那个所有的函数的列表 那你可能刚开始还是 要 做点功课 或甚至的话 再不然你就是自己在 那个 配合那个Google Google找一下 相关VBA的函数 那这些都必要啦 你说 这这些东西 如果不花时间 也不太可能会自己会 所以我基本上每一个每一个函数 我至少都会run一轮 所以以后的话 我想到某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比如说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把那个什么 把大写转小写 小写转大写 比如说U-Case 我之前就 我记得好像有个U-Case 所以我就找一下 U-Case 所以这边有一个U-Case 你也可以找一下U-Case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 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以取代 取代什么 取代什么 你有个Replace 那像刚刚取代最后的字 可不可以用Replace 其实我也不确定 OK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他也相关语法 他说要取代 那取代的话 OK 那这边有这么多叙述啦 只是有没有办法 看起来好像 也许可以 但是很麻烦 所以 有些 也许可以 但是比较麻烦 那就暂时先 忽略啦 你不要 刻意 程式真的是越写越简单 你不要程式越写越复杂 然后越写 让自己也看不懂 那就麻烦了 自己也许 所以像我以前 刚开始写程式的时候 很容易钻牛角尖 越写越复杂 感觉这样比较厉害 但基本上最后发现 其实没有 只是 把自己搞得 越焦烂了 后来越写越简单 掌握要诀就可以 OK 这边的话提供一个参考 就是刚刚同学问到 函数部分 所以 可以从那个上面的地方 这剩下可能就是 同学要自己再做一点功课 程式语言参考里面的 函数 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 今天要把VBA学好 还有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 可能暂时 还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以重要性来看 最重要还是函数 至于其他 可能还有物件 这个所谓的物件指的就是 他把Excel里面每一个每一个 功能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零件 利用零件里面的 物件里面的什么 属性跟方法 你可以去做控制 有这么多 OK里面的话大概这些 相关的 物件可以使用 OK 那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部分 先试一下 并且 串接完之后呢 去除掉 最后一个斗点 待会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呢 跟什么 跟Outlook连接 那因为我这个Outlook 已经设定好了 因为我们清宇很贴心 已经来先把那个 环境设定好了 这样我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不然的话呢 但因为 你们电脑 不见得可以真的没有 不过你可以模拟一下 至少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Outlook 设定的方法 不过设定方法 我想大部分同学 应该都 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 在我那个 补充的资料里面好像 有提到 不过这个好像后来有 有给 有吗 没有吗 好 那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设定方法 不同的那个 伺服器 它会有不同的设定方法 那设定完之后啦 不过这些细节 有些是 我是 设定那个 哈没有的部分 因为 这微软的嘛 所以最好你是用 公司的好像也可以设定嘛 应该没问题 刚好像看轻鱼有设定好了 你那个设定的方法的话 是公司有 有特别的那个说明吗 还是 请资讯 那到时候 如果需要 H可以请那个 啊 啊 是